旺角朗豪芳 玩具店 KK Plus 日前發生一宗財物損毀事件 有男童挨跌 1.8米高 巨型天線得得B公仔 家長被店家要求即場賠償余3萬元成本價 隨後有網上片段流出 從片中所見 該名小童懷疑在閃避行人的時間 用背部挨向公仔 導致公仔隨即倒地斷頭 男童父親今天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他當時在店外談電話 突然聽到平鵬一聲 發現店內攝氏的公仔已經倒地 兒子當時僵了很害怕 只是低頭看著公仔 店員指公仔標價52,800元 要求他們賠償 也向太太表示 兒子已踢過公仔一腳 令家長不以為 那小童第一腳踢不倒 再踢第二腳 因此決定賠錢了事 按店員最終確認的成本價 33,600元 即場錄卡 然後帶兒子離開 雖然小童父親正稱 店員沒有屈我的兒子踢跌公仔 只是他誤導了我老婆 說之前已見到你的兒子踢他一腳 他亦表示看過事發片段後 認為店員某程度上誤導了家長 以為兒子踢跌公仔 怪錯小朋友 他認為店家亦有一定責任 應該用圍欄圍封公仔 防止有人接近造成損毀 攝氏玩具店KKPLUS 今日凌晨發聲明指 賠償一事由事主主動提出 又稱在雙方同意下徹底解決 有關大型擺設 則為手板印刷之原型品 官方預售價格為52,800元 並沒有收多於該貨品之售價 但KKPLUS社交網站專頁 在早上10點左右 已刪去相關聲明 有網民則到其社交專頁留言 黑店、碰瓷店及派生氣 截至今早已有近2萬個生氣 攝氏玩具店、母公司 凱智樂國際今日下午致歉 並指意向攝氏家庭全數退款 大律師陸偉雄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 如證實有關職員誤導 甚至有欺詐之嫌 攝氏家長可循民事索償討回賠償 他認為事件中 店方亦責無旁財 必須作出分擔責任 同時他提醒家長如有懷疑 可冷靜商討或報警求助 無需立即作出賠償 網民對事件意見兩極 有人認為店方有責任確保陳列品 穩固地安裝在地上 或者圍起圍欄 以防止有人碰撞時發生意外 有網民則認為家長你應承擔部分責任 有意見指雙方皆要就事件負責 父母有責任看顧小朋友 店方亦有責任作出適當保護 就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